11月21日晚上 抗议者聚集在加州亨廷顿海滩的一个码头 不顾加州为遏制新冠病毒感染激增而实施的宵禁 横拍画面显示 大约有100名抗议者挥舞着美国国旗和特朗普2020的棋子 加州州长纽森11月19日宣布 对社交聚会和其他非必要活动实施宵禁 从周六开始 禁止在晚上10点到早上5点之间从事非必要业务的居家法令 在该州大部分县都适用 根据加州法律 地方县可以实施比州政府规定更严格的措施 加州的限制实际上标志着 纽森在3月份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居家禁令的回归 但它只适用于指定的宵禁时间而不是24小时 公共卫生危机死灰复燃的迹象在全国各地更加明显 在疫情短暂平息期间 官员们被迫放弃了恢复日常生活正常的初步举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周四发布强烈建议 建议美国人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假期不要旅行 爱不染 另一个症候装 オLe 语